完成的程式碼 一樣在我們的數學函數 雲端白板裡面 這邊有一個黑名單三遠程式碼 當然裡面的話 我有加了一些敘述 比如說定義名稱 因為我裡面錄製 我是先用名稱的 因為後面有些像 檢視與參照裡面很多地方 我都會慢慢用到名稱 因為這個用名稱 其實尤其是跟VBA搭配 用名稱會好很多 那剛剛同學有提到 就是定義名稱的部分 還有一點可能要注意 就是說這個黑名單 本來我們定義的時候 公式裡面 你定義完之後 你可以從名稱管理員裡面去做修改 也許我本來是定義 A2到A的最下面一列 不過其實可以取巧一下 你乾脆直接選A藍算 A到A冒號A 意思是整藍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下面有增加 或減少資料的話 它會比較有彈性一些 那你改完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OK這樣也可以 比如說 或者 將來如果你要整藍定義 你就整藍選取 再輸入一個黑名單 Enter 那這一藍呢 以後就叫做黑名單 OK 那這個部分稍微說明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呢 把剛剛的動作全部做過一遍的話 那我怎麼 這個上面 錄製具體的話 剛剛我們前面做過 我大概快速DEMO一下 不過呢在錄製之前 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 一 可能把這個篩選先恢復一下好了 二 裡面的公式 不需要刪除 直接打勾 因為把它錄進去 那第三個記得 你如果從查詢 假設你按鈕是從這邊開始 那你錄製的時候 記得要從這邊開始 如果你先點的話 它就少一行 什麼呢 查詢名單 這個序詞查詢名單 點什麼 這一行就沒有 沒有它將來 如果從這邊開始的話 那它就會亂跑了 而且程式會怪怪的 OK好 所以呢 大概先把前置之位先準備好之後 切下來 最好先彩排過 沒有問題 就開始什麼 錄製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地方 錄製錄旗嘛 這邊按下去 然後呢 我們就是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黑名單篩選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呢 錄製錄旗按下去 然後呢 我就改一個名稱好了 叫黑名單篩選好了 OK好 那按了確定之後一樣 就是等於是開始錄了 NG的也會錄進去 所以按確定 好 這時候已經有一個 欸 我把它取代掉好了 OK好 那第一個的話呢 郵票放這邊 它會錄一行 序詞查詢名單 點slate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要點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儲存歌 不過喔 這個地方有個NG 什麼NG 就是因為郵票已經在這裡 所以你再點喔 它那一行錄不進 所以怎麼辦呢 有個取巧的方法 我先點旁 不行 點旁邊 再點回來 那會變成說多 那個動作 如果說像剛剛同學提到啦 如果你假如會看得懂VBA程式 你乾脆等一下把它刪掉就好了 然後呢 一樣 郵票放上去打個勾 然後呢 向下填滿 這些動作都做過一遍 再來做什麼呢 上面有個資料 把它做篩選 篩選的話呢 這邊跟剛剛一樣 我把它打勾 按確定 然後游標呢 再放回到A2的位置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特別注意喔 選取我是建議喔 如果你用錄字聚集的話 建議用快速鍵 因為如果你用滑鼠這樣捲動的話 它會錄下很多 就是不需要的那個捲動 用什麼Score 什麼那些程式碼 那你將來又要刪除很麻煩 建議是用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Ctrl C 再來的話 切到查詢結果 並且游標放A1 把它貼上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然後我們就把它停止 OK 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切到那個聚集裡面 剛剛有個黑名單篩選 那我就把它按個編輯 它就會切到我剛剛 錄製的這個程式裡面 這個地方 然後呢 習慣上是把這上面註解 沒有用的註解先拿掉 那一樣喔 先稍微看一下 游標先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 查詢名單 然後游標再放在哪裡呢 放在B2 我好像錄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B2 這個好像是我 我剛剛錄的嗎 是不是之前的 有可能喔 我剛剛之前的 剛剛在這裡 這個2 反正 錄下來應該 好像都一樣 沒關係 反正我錄下來之後 大概 它怎麼自動變正確 沒關係 B2游標放過來 它會錄一行 arrange B2.slater 然後裡面的話 會自動幫我把公式 因為我把游標貼上去 它自動幫我錄一個公式 打勾 自動填滿 不過它這邊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只會到 剛好100 可是如果你將來呢 像做成活的 這可能要向下追蹤 我前面好像提過 然後呢 再來就篩選 其實裡面的話 還有一些 Auto filter是篩選 第幾欄 這個其實如果你將來要查詢 比對的欄 不是在第二欄的話 這個地方 後面的數字 也可以做變更 那這個criteria 這個是1 不是L 等於1 指的是要找到那個 數字 看起來是數字 不過它這邊把它變成文字 然後一樣一個一個把它 全部做完 做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部分就完工了 其他的話 也許你們再利用同樣的方法 再把查詢結果 游標放在A1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再錄一個什麼呢 清除 這樣的話呢 做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再產生兩個按鈕 就是清除了 再來就是這個動作 黑名單篩選 不過 如果你錄完之後呢 因為我這個是做完的結果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它 做完之後的話 我習慣的是什麼 再加上註解 比如說我剛剛做的動作 每一個每一個動作 盡量呢 把它在每一個動作上方 再加上註解 那這個好處 將來我回頭查 會比較清楚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清除應該沒問題 篩選的話 你會發現 像這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沒有 你會發現那個畫面 感覺好像亂掉了 因為它 它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要切過來這邊 那它因為 會卡在這個地方 會幫我做 康義服 康義服的時候 其實那個電腦在運作 畫面呢 不會更新 可是問題喔 就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好像醜醜的耶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畫面壞掉的那種感覺 可是呢 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這個畫面 壞掉的感覺 可以不要出現喔 其實到底也是一樣 加兩行程式 就可以 讓這個畫面喔 壞掉這個感覺 不要出現 那兩行程式喔 道理非常簡單 什麼呢 因為呢 我不希望畫面 一直在那邊更新嘛 所以其實喔 我們主要要知道第一個 誰管畫面更新 畫面更新這個 因為在Excel裡面啦 所以我們會需要知道 是由 Application物件 Application物件 實際上就指Excel本身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 Updating ScreenUpdating 畫面更新叫ScreenUpdating 如果呢 我不要更新 我可以在什麼 在開頭的地方喔 比如說做完之後 我可以在這個畫面 上面這地方喔 多增加壹行 叫做Application 指的就是什麼呢 欸 Application這個物件很重要 指的就Excel 點下去之後呢 它會幫你列出一個清單 裡面的話呢 會有叫什麼 ScreenUpdating 打一個S其實就出來了 ScreenUpdating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False False意思是說 不要更新 因為剛剛不是一直在那邊閃爍嗎 切過去 不要幫我更新喔 不過呢 最後記得在End Sub上面 再幫我加一行 因為你不要更新 可是之後呢 做完之後呢 請你再把不要更新再改回來 改成True 就是上面呢 先把它關掉 可是到最後呢 記得再把它打開 因為你如果不更新的話 那以後呢 該更新的時候呢 它也不更新 那可能就會出現問題了 那其實就是 也很簡單啦 就是因為畫面更新是由 Application管的 所以呢我裡面有個方法 叫ScreenUpdating 其實你只要打一個S就可以了 點S 它就出來了 等於 也不用TrueFalse也不用拼 它會有個清單 False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畫面會一直在那邊閃來閃去 會卡住 現在會不會呢 驗證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切過來喔 剛剛會卡住 對現在呢 因為不更新嘛 就按下它 它只是在那邊轉 但是資料就過來了 清除的話呢 再試一次 不過這招應該 對你應該比較有幫助 因為你應該常常遇到那閃來閃去 因為你經常錄製聚集會切來切去 所以呢你只要再開頭 加一行 等於False ScreenUpdating 最後再加一個True就OK了 好啊 這個程式因為比較冗長啦 所以齁 細節部分 如果假設你有一些遺漏的話 可以參考 那我這邊是 ScreenUpdating 我好像沒有把它加上去 OK 那這裡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喔 我覺得清楚啊 我覺得清楚啊